好,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这边有三张资料表 那这三张表格 然后这边可能我们需要再增加一些栏位 或者是当我们今天点选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好,有看到这三个 然后地区有什么Column 根本就看不懂这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相对的有些资料表格是需要编辑的 我们现在分别来看一下好了 比如说现在我们来看地区 然后呢,怎么看地区 是不是左边 这个是仪表板嘛 这个是资料表 所以我们就点一下 这边看到说它的栏位名称是什么 Column 1, Column 2, Column 3 这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有可能是需要去做编辑的 怎么编辑它 这就是现在我们稍微来观看一下 那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现在因为想要去做编辑 所以一样回到上面 在首页这边呢 我们汇入资料之后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编辑查询 当然你可以点上面 上面基本上就是编辑资料啦 编辑表格 那这边有看到编辑查询 对不对 编辑查询 其实就是指编辑查询 好,我们点一下它 我们现在到的地方 它叫做 以前我们认知叫做什么 PowerPV 大概应该会有印象 这个环境应该很熟悉吧 对不对 好,只要您上过这个 Easell Power BI 你应该知道 它其实就跟PowerPV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很简单的修改 就是刚刚是不是在地区这张资料表 发现这边是不是Column1,Column2,Column3 我根本就看不懂Column1,Column2,Column3 甚至Column4,Column5是什么 我都不晓得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它应该在引入资料的时候呢 它自动产生那个标题 那你可能要知道说 为什么它自动产生标题 因为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所有的标题列 它怎么样去区分出来 它是标题 很简单 它用全部都是文字属性 可是这张工作表 通通包含记录内容 每一列都是文字属性 你看嘛 菜头是不是文字 台北市也是文字 这一大堆的文字 当然还是文字咯 所以它就不知道说 哦 这个第一列是什么 是标题 好了 那怎么样去做修改呢 请稍微注意一下 找工具 找功能在什么地方的时代 早就离开了 就是说你还要上面去找一些功能 你现在要我找 我可能还觉得说不太好找在什么什么地方 好在什么地方 那请你关注这个地方就好了 知道哦 知道哦 我现在也随便找一找也找到了了 好可是重点 我只要请你动手 点什么 点它的左边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对不对 我不要用那什么Column 1 为什么会有Column 1 那是系统自己加上去的 好 所以点选这个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当然你点这边也是可以 可是真的不希望你去找功能 找功能很慢 不如你把重点花在这个地方 点选它 然后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好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是不是直接关掉就好了 以前在Power Pivot 你是不是学到这件事 这边一样 直接把它关掉 他就说 那你现在因为这个里面做了一些修改 要不要去套用这个修改的变更 要 所以点选4 好 您看一下 现在这个地区这张资料表 就没有Column 1 Column 2 Column 3 可以 好 我的操作的过程 可能会让你记不住 我们再来推敲一下 所以我们要先检查一下 我们的这个功能表 这个资料表格 好 比如说在刚刚在地区这个地方 地区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就是说 它可能有什么Column 1 Column 2 Column 3 这个时候 我们先知道问题了 接下来呢 我们想要去做修改 怎么修改 就在刚刚取得资料的旁边 有一个叫做编辑 编辑 点下去之后呢 那麻烦请点到地区 地区 接下来 在这边本来叫Column 1 Column 3 然后请选择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只能做一次哦 你不要做很多次哦 只能做一次 好了 做完就直接关掉了 要套用那样子的变更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做一下 如何去做资料的 资料表格的修改 请不吝点资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